那也要小心打工陷阱 一名男大生为了还学贷 帮助佳季 在通讯群组找了短期工作 原本以为只是去打工 结果被带到旅馆软禁 存折也被拿去当人头账户 诈骗集团还嘲讽的说 不会把你卖去柬埔寨 最后更假冒男大生的身份 跟家属骗钱 索性最后遭被害人妈妈试破 扬言报警 嫌犯才赶紧将人 再到新北市三重的合体丢包 两名男子背着背包 在自称是未来同事的人 坚硬之下上了继承车 原本以为找到新工作 高兴又包吃包住 一下车才知道是骗局一场 要被收声然后收手机 或要那个银行账户 跟网银的密码 可以规定说在房间里要动 不准出来客厅 新北市这名男大生被囚禁整整六天 过程中不但被拿走提款卡 限制行动 还一路从新北到北市 再回到新北市 前前后后关进四间旅馆软禁 被害人为了偿还学贷 通过LINE社群找到娱乐城 短期高薪打工 11号面试当天就被带到旅馆囚禁 手机身份证统统被没收 账号更被嫌犯拿去当人头账户 是会假冒我的人 用我的手机跟我妈联络这样 是有其他的被害人 他们可能也以为是有钱赚吧 嫌犯甚至假冒男大生 传讯息给他的家人要借钱 索性被害人妈妈发现不对劲 扬言要报警 他们才吓得赶快把人丢包在合体 台湾诈骗集团学起柬埔寨 祭出高薪求职陷阱 南大生更担心同行其他人的安危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嫌犯动向 全力追起当中 接下来黎明州新北市采访报道